大家好,我是渾水,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如果你想了解更深入的财经分析,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如果你亦都想善用点唱和打伤服务的话,亦都可以payme支持一下我 那今天我就想花多些时间去讲一讲 城寨意外另一个值得讲或者值得香港人关心的话 就是九龙城寨这一套电影 现在香港都挺有才,有两件城寨相关的事是吸引到别人去注目的 其中一个就是,当然是城寨、刘世良和陈娟叔之间的版权风波 这个版权风波开始就拉到一些和刘世良价值观相近的海外KOL下水 那现在大家开始密切关心事态的发展 因为陈娟叔的长女都已经有自己的讲法 那亦都开始很多人都看不过眼刘世良那种发动魔军 而且亦都是抹黑层桥叔的那种操作 那我们到时候再拭目以待 那今天就想讲城寨的另一个版本就是九龙城寨 是非常之值得大家入场去支持和看的 非常之建议大家一定要入场看 就是因为香港可能近年都未必有一套打得那么厉害的爽片 又或者动作设计做得那么凌厉 或者做得那么利落的一套片 那当然啦 就是谷缓这件事,Kenji-san就是成为了整件事 其中一个最值得加许的功臣 甚至乎我见有些影评都说 Kenji-san你可以买好西装都可以了 你准备拿了奖 因为整个过程是打得非常之好看 而拍打气呢 当然我自己都不是那一行的专业 都会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去问一问 那他们就说 即打气你要打得好 最难为就是被打的那些人 因为譬如你要扮演一个高手很简单 我轻轻推一仗出去或者轻轻打一拳 举重弱轻的 但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高手 所以中拳中掌的人 你起码都要轻轻回三四个关斗凌空 再推去十几米 才可以证明到打你那个是高手 但是打你那个高手 他要做的是可能推一仗或者打一拳 但是被打那个 可能你就要做很多事情 去显示你身受重伤 而这一组这样的设计 在古天樂身上是做得很好 因为拍这一部戏 有一些人是懂得打 有些人是不懂得打 有些人是有运动底 但未必有武术底 大概有三班人 而这三班人因为经过 Kenji-san的动作设计 你会发现 无论你本身知道有些人 一定是懂得打 譬如张森杰、五韵龙 他们是武术底强的 又或者是刘俊軒 胡子彤 就算没有武术底 起码他们都有运动筋底 你会看到就算 那个人有没有武术底 或者你知道他有没有武术底 都不重要 总之就是打得非常精彩 譬如古天樂一定是没有武术底的 但是他就是做得很利落 那这些全部都是美术 动作 全部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那剧情呢 我就觉得是有些差一点 但是 没所谓的 本身你对这部片 大约那个期待 是一部打到我妈都不记得的动作片 那他满足到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大致上 都已经是超合格有语 那尤其是一开始追逐林峰的那一场戏 做得很好 然后到林峰屈了进去 城寨那里 和刘俊軒 还有一帮城寨的人 在打来打去的那些 那些宅行啊 蟬逢之间的对决 都是很精彩 然后到古天樂 非常之帅气登场 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利落 就是我唯一觉得有少少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都是欠剧情的那些部分 就是譬如 到最后呢 无端端拿把枪出来 其实我都是一头无数 因为本身 都已经慢慢建构 那一个时空的武术观 即那个时空的武术观 就是那些人身受文折 他们会懂不同的拳法 跟着也都有一些内力的根底 或者有少少轻功根底 就是总之那些人很快 又很轻盈 你本身那个 武力值的设定是这样 你突然拿把枪出来 那就变得好像 可能有些装异化 然后那把枪 是永远都不会射掉任何一个主角的 因为主角有光环 而且你射掉了一个主角的话 那主角就不能用武术 去和你发挥 到最后你都是在售拳权到辱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突然间 在后面多了枪的这个设计 还有去到复权的时候 亦都差少少说服到别人 为什么突然间 他们又不够打 然后变得很够打的 那个桥段设计 无论是以前旧式的古惑仔 也好 又或者去到龙虎门也好 那龙虎门是因为他们 练了一些新的武功 那就够打了 又或者恩子丹他复活了 吃完那粒 不知道什么金丹 复活了之后又很够打 或者起码有个原因解释得到 又或者去到这个古惑仔 古惑仔永远陈鸿南弱势的时候 都是班马 叫马 就是找人来支援的 无论是第二集到第六集 都说你一个人不够解决 那个问题不要紧 你叫朋友过来帮拖 起码你有说服 可以证明到 为什么你上次输了 然后今次你会赢得回 但是到最后就变成了 一些剧情上未必能解释得到 但是不要紧 你都是当他爽的 打到妈妈都不认得 那就已经是满足到大家的要求 还有因为始终套片拍了三亿 三亿你一定是要依赖大陆市场的 那一去到依赖大陆市场的话 我相信剧情有很多位 你都不可以解释得那么圆满 你都要过电检 你也不知道电检在哪一样东西会卡住了 如果你太过着重那些剧情的发挥的话 反而可能比较容易中那些电检上面的陷阱 所以那个剧本那些东西都预期的 但是尽管之就是打到妈妈都不认得 我挺喜欢那些细致的描写 就是譬如古天乐的发挥是很好的 就是一个黑社会 就是有时候你收了一条铃子 过了底给你了 有条铃子买了东西 然后买东西那个又是你的帮子 兄弟中间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怎么都是一定要被一条铃子 即是一条铃子都一定要被自己的兄弟打一祸 所以古天乐当初打算送他走 但是赶不及到最后任言齐 整班人召唤去打的时候 他的那个表情又或者是 怎么都一定要林峰被打一祸 之后去到最后你才可以有限度地出手 结果一种无奈 我觉得就真的比较像那些很有江湖戏 社团讲素的那个处理 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欢这套电影 也都强推大家去看 我知道这套电影现在在香港的票房 都是平稳上升的 但是都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总之 总之Kenji-san是超厉害的 如果大家对于Kenji-san之前的动作片有兴趣 可能要看撒破龙或者狼客剑心 都是打到我妈妈都不认得的 也都整个镜头外那些分镜 运用转替身打个关斗那些 做得很流畅的 就是你都知道 有时候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打了个关斗 那个人一定未必是主角 可能有替身 但是起碼没有非违和感 完全所有东西都是掌握得 恰到好处 这个都是花点时间去强推一下的地方 那你一个想说的话题 就是关于专栏作家Louis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都非常之有趣 文章标题叫做一铺衰三代 在Yahoo那里你可以看到的 Louis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是哪一位 Louis就是其中一位我的恩人 因为曾经我在某一本的杂志 都写了很长时间的专栏 都是透过Louis给机会我这个年轻 而且都保住我 因为那一份媒体 以前的作风取态都是很保守的 我当时都是一个二十多出头的年轻 你要在这一份媒体站稳一脚 可以写到专栏 一定是要有些码头 或者有人是看得起你 肯给机会支持你 这个是上一个世纪的传媒心态 例如我这一代的专栏作家 有一些都有学者光环的 例如黄玉讯、罗安迪 他们小过几年 现在都应该跟我一样 迈尽三十了 又或者二十到尾 他们是不同的 他们本身背后是得天独效的 例如他家人 会懂媒体的高层 又或者是有一些神秘力量是会保住他 我没有的 就是我和媒体逆运关系的方法 我都是一些information exchange 有时候我是掌握了一些很关键的金融圈资讯 当然都是有朋友给我 或者我自己也都有我自己的收封渠道 有好几次那些资讯是当一个人给我 我是要立刻搭的士去将军 因为我拿着那一台资料我自己都害怕 真的有一些很敏感的information 所以当时我也很启行有一些很厉害的媒体 就是因为本身我写的东西 又不是去到太差 又有点几率 再加上我要做这些 就是叫做帮别人拿下一些information 收下风 爆下料这些这样的工作 我才可以在一些的媒体那里站稳一站 有些都挺厉害的 但是如果想知道我爆的那些什么 可能就要在我patreon那里再说多些 Luis就是我以前的恩人 现在他都进入了退休年历 周围都会找回以前和他那一期的有钱人 父母去聊聊天 收下风 继续都是逍遥人生写下专栏 最近的专栏就说 他一些身边是靠收租维生的人 就衰三代了 因为高位买了个铺 又做了杠杆 然后租金之前就月租六十万 但是慢慢就跌到得回月租六万 基本上租金就收缩了九成有多 但是又可能要供楼 面对着一些这样的困境 我觉得讲楼的话题 永远都可以说下去 现在金管局就有一个很确定的取态 即使昨天接受明报 也有一个这样的取态 就是说不会叩咚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看看现在这些业主可以挨多久 其实现在很多人 所谓的牢骚 我觉得是他们少了 又未去到真的生存不到 譬如我最近在Yahoo那里 都写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十条一教阳周梦 就是说以前的医生 盖探自己 以前赚很多钱 但是今时今刻就发现 那些人北上回到大陆那里去看医生 尤其是牙医 因为牙医的服务差异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你做白内障手术 又或者你要换器官 那些我真的都不是很信得过内地的医疗水平 即不是说他们抹黑他们 但是真的会有差异 但是一去到那些 比如很简单的手术 又或者是洗牙 其实这些服务差异性没有那么大 很多人都已经接受了回大陆去做这一件事 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那慢慢也都有一些本地的医生 他们没有以前换得那么有钱 那当然他们所谓的怨声在道 只不过是换少了钱 但是我们的怨声在道就是说 我们好像都在面对生存的压力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现象都蛮有趣的 那我都轻轻推一推我以前的 因人 白乐 路易斯他的一个专栏 那我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那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那所以就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的 那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除此之外我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和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把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就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而且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那个patreon订阅产品 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色套衣的裁机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 那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能听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的话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那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色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衍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通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我就教别人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么做好理财财技 最近那赚钱的东西呢 就反而阿妍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那但是阿妍呢 他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之厉害了 这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 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那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了 有几只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还有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他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他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的这一年怎样都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换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换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